那你知道你自己現在是被貨辦 那個高等教育小失亡 答案10 不好意思 侯友交版 小心喔 2024誰勝誰負還不知道 但柯文哲在這場比賽 拿了第一名 台灣教育智庫8月起 舉辦教育論壇 問問2024總統候選人 教育百年大祭怎麼辦 10月份主題為高等教育 10個問題柯文哲全答 貨辦高等教育小失亡 對手侯友宜成績卻掛蛋 我相信你教育的 不能真正能夠找到 協校教育分析 面對教育團體的提問 侯友宜卻說得很少 第一題針對高等教育失資流失 柯文哲提出可參考一屆 較有彈性的薪水結構 賴清德表示提出投資 教研人才提升待遇 郭台銘則說會編列預算 投入高教資源 侯友宜卻沒回答 其他包括高教生跟計畫檢討 大學學費自由化 護理人才荒 解套大學學費動漲困境等10個問題 侯友宜統統交白卷 台灣教育智庫認為 侯友宜對教育議題的關注 遠落後於其他陣營 而事實上侯友宜市長 早就已經提出 11項的教育政策 是以不要遺忘任何一個人 為目標 要來解決教育的問題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和宣布退選的郭台銘 都答了5題並列第2 但賴清德競選辦公室 不服氣 這次我們是被告知說 這題目可以選答 並沒有事先知道說 原來最後是用答題數 來作為評比的依據 那這部分溝通的細節 未來團隊會更加的謹慎小心 攸關700萬選民權益的教育政策 藍綠白誰的表現及格 大選前教育團體先打分數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